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来欧区 吉星丽 李中西万春 我来祝庆祝各位新年快乐万岁 大家平安大贪心 是的 谢谢理长 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过完年 其实年还没有过完 现在才出七出八的时间 那理长现在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其实提到了子星丽 我想住在这个附近的居民都知道 理长这两年来办这个元宝节的活动 那今年呢 谢理长更是发挥这个创意 不但举办元宝节 其实在活动的前一天 也举办了这个元宝业 我们先来看这段VCR 27号晚间即时一到 成功路三段的巷弄里 就响起震恶欲聋的鞭炮声 原来是内湖区子兴里 谢婉春里长 率同时位的财神爷 进行采接组织 祝福仪式 与社区民众共享 热闹的岁末年中 今年有特别准备这个元宝业 出来让大家忘记财神 忘元宝 生理会更好 所以说我今天真正经典 真正欢喜 谢礼长资格也化身为财神爷 并且看到李明就上前发送吉祥小物 让接货赠礼的民众都相当开心 觉得这项活动可以为来年求得好彩头 一切平安顺利 发大财 觉得很棒啊 这样子李明的感情会更好啊 然后整个很活泼啊 然后让我们这边很热闹啊 很开心我们里长啊 办这个活动是全国创新啊 很了不起的里长 我们要感谢他 整个财神爷采接绕境活动历时了一个多小时 县里长准备的三千份吉祥小物与金币巧克力 也都通通发送完毕 李明也相约隔天一起参加 里长所举行的元宝节活动 讨个好彩头 28号上午 紫星里志工们忙着包水饺 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 并且把包好的水饺撒锅给煮好 准备元宝节的到来 谢万春里长今年准备了 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颗的水饺 宴请若是民众与社区居民 希望在新年来临之际 让大家吃元宝迎接新年的到来 今年元宝节已经是第二年 真的欢迎大家用力来参加 今年我有特别有邀请我们这个里来 有七十岁以上的中价大家来参加 尤其我有准备这个就是玉米浓汤和这个汤圆 内湖区紫星里第二年举办元宝节 不但准备的水饺越来越多 前来参加的民众也越来越踊跃 区公所乐见元宝节可以每年都持续举办 不但能活络商圈一带的经济 同时也为社区居民建立共事 去年好像是九千九百九十九 那今年前面再加一个一 变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今天又包了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水饺 让大家分享 大家要拿到元宝吃元宝 我在想每个人明年的话 应该都会花大财生意兴隆 活动当中县里长也装扮成财生爷 逐一发送红包给独居长辈与弱势民众 上午十一点之后就开放社区民众入场来品尝元宝 一起共享温馨的岁末年周 好的 看完这段VCR 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非常热闹的气氛 事实上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当初我们子欣里 为什么会想要规划这个元宝节 甚至你在今年在这个前一天晚上 您请除了您自己之外 其实也让这个十多位的这个 我们这个志工朋友也装扮成财生爷 我们还做这个绕境的活动 可不可以提一下今年办这个元宝节的活动 昨年我是第一年去办这个元宝鸭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空龄 本来就每一年一月十五都有领土地公 但是已经领土地公 我这边已经没有领土地公 所以说我会设一个元宝鸭 因为大家要领财生 大家做生理人要平安要再多产钱 是这样 其实提到我们子欣里 里长其实这个活动的这个区块 就是我们的这个湖光市场 像这个后面不管是早上有早市 下午也有这个各个这个小吃摊 其实非常生意也蛮好的 那好像听说像当初里长办这个活动 除了让大家一起热闹 除了我们有这个土地公 绕境的活动之外 是不是其实也想要促进这个我们这个 湖光商圈的周边这个发展是不是 对 本来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老鸭 可以让这些生理人更好 尤其这个元宝鸭 可以吃元宝 大家来用这个搓搓肉 让他大家搓到他的键 可以去这个店鸭 吃东西 还有打折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会鼓勉这个 这个店鸭 大家生理更好 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这样办活动之后 你真的你觉得像我们湖光市场周边 因为像里长他对次办元宝节 像去年是准备9999个水饺 哇 今年就加码到19999个水饺 其实加了很多 是不是其实像一些商圈的一些 像里长的好朋友们 乡亲们是不是也很支持这个活动 对 有所以说我去年企业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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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里长真的是很热心服务 其实里长 而且在去年其实里长就已经 已经选上台北市的集邮里长 非常不容易 我们内湖区也是只有 目前只有一位 就是在102年度只有 这个紫星里我们县里长能够获得这个殊荣 可不可以谈一下当初 为什么会出来想要选这个里长 我想除了您很热心服务这个附近的居民之外 其实里长这份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很辛苦 就到处24小时像7-11一样 到处都要服务里民 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照单全收 可不可以提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出来选里长 10个东西 我是心想说这个利益要让更发展更发达 可以让大家赐专 因为本身我也做成利人 所以我希望可以让他赐专会更多人更劳力 想让他大家更好 所以要让我们这个利益的品质 让大家提升一些建设要来吹动 所以我才会想说 不然我来选一个里长看看 是这样 所以就是当初就是选就 就在这个三届之前就已经选上了就对了 对对对 我已经做利益已经做第三次 第三届 大概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是是是 里长你可不可以回想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子欣里也进入了一个很 很进步的一个像您规划当中 把它弄得尽善尽美了 可不可以谈一下当初 就是您在可能前几任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 让您觉得会有点受挫的地方 困难的时间是刚刚好 但是那时候我刚刚钓这个里长的时候 最后的痛苦就是刚刚这个杀死的问题 所以说那个时候里长都要摆油汤 去厨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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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那有没有觉得像目前 就是除了这个很辛苦的一面之外 有没有觉得当里长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有荣誉感的事情 就是当里长除了这个很辛苦之外 有没有也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有很多 有很多 所以说有很多 所以说做里长后有时候当里长也很高兴 甚至说我们帮忙了解 有成功 我们也觉得很高兴 所以说在市场 大家都也让我们拍照好 我们好像真的欢喜了 所以说可以替里面服务 所以说我做里长第三次来 感觉说真的公平 就是替人服务 我会感觉很快乐 很好 所以其实一直都是 存着这个帮大家服务的一个精神就对了 是 那像今年我们再来谈一下今年这个里长元宝节的活动 那今年像去年 我们第一次办9999个水饺请大家吃 然后也是封街 把这个湖光市场的周边都封街 让大家来做这个活动 那今年好像持续也是在做这个封街的活动 是不是也请了一些这个独居的长辈 因为我知道说里长对于这块也付出的 也是不以余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今年有准备这个 邀请我们这个里来 有这个七十岁以上的老大人的中价 大家来参加 所以说我邀请一百控山的独居 和这个老人 大家来团阅 来围络来团阅 所以说今年办你真正理想 里面大家感觉 办好像这个元宝节 邀请这个独居老人 和这个中价来参加 好像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其实也有结合这个社区的 让这个弱势的民众来 一起来参与这个元宝节就对了 其实我们县里长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102年 获得这个G.O里长 对 获得台北市的这个G.O里长 里长可不可以说一下 就是您在这个三任 然后就已经选上了这个G.O里长 然后有什么样的感想 这是大家众人 我愿意大家来做这个理长的 不是我自己是个我都做理长的 大家来帮忙 这里可以丢到全国 对 全国的 全国的特优 和我们大陆市的特优里长 是大家来帮忙 所以说我真的感谢 感谢这个G.O里长 大家可以来帮忙 这里可以来丢到这个众 实在是真的感谢 其实非常不容易 像我们内湖区 就是能够晋升这个紫星 你可以晋升全国性的G.O里长 因为其实台北市大概得这个奖的里长 其实好像只有两位 对不对 好像跟这个中正区的一位里长 可不可以就是在电视机前也顺便 看看是不是说 我们其实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个里长 可能也在看您 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可不可以传授一下 怎么如何可以当一个G.O里长 除了很热心的帮助这个里民之外 其实像我们内湖区 其实大概地理环境就是山很多 然后水也很多 那可能不像一些都市型的这个里 可能说平地 那要去照顾一些像里长办这个独居长的长辈 就好像有这个马上关怀的服务 那可是还要克服一些这个环境的一些障碍啊 可不可以在电视机前大概面授记一下 怎么可以当一个就是让令人呈现的这个G.O里长 是是 是这样 啊 做一个里长做十 算是第三次来 还是都要是李甘叔 我们的李甘叔来帮帮帮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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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能够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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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所有李民的一些的情況 可能有些需要救助的 就好像馬上 理事長可不可以提一下 好像有個馬上關懷 像有些可能行動不方便 每天或許他又獨居 那像這樣的部分 你們付出什麼樣的關懷 清楚 最認真的理事 就是說他都會去辦馬上關懷 所以說有一個老太太 叫黃虎吃東西 他獨居老人都沒人照顧 所以說李幹事 他就是叫我去 去把這個獨居老人換雞子 這也有一個做人的 驚喜時是有時候也做不夠 但是李幹事有辦法說 換雞子可以這樣給我們感覺說 這個李幹事還是有夠優秀的 所以說他也是叫做李幹事的徒優 所以說做李長 無論是什麼樣的都是要做 是這樣的 我發現謝里長真的很謙虛 其實得到這麼多的獎項 都歸功於他的很好的志工朋友 很好的這個李幹事 我想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精神 帶動整個這個我們紫星社區 整個紫星李都能感受到這種 很有power 很有動力的一個服務 可以讓整個李的上下 都充滿一個動力跟活力 大家凝聚在一起 好 那節目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進行下一段的節目 過馬路 不當低頭足 腳步快一點 安全多一點 車讓路 人快步 生命有保固 爸爸 這是我要送你的禮物 我們一起去走走吧 爸 醫療用電動代步車 要在人行道上使用才對哦 那沒有人行道呢 要靠邊行走啊 爸 過馬路也要記得走行人穿越道哦 以後啊 可以自己出去了 對呀 手握著錘棒的謝萬春里長 埋首工作室 聚精會神的在樟墓上雕刻出羅漢的臉部輪廓 謝里長從十三歲開始就跟著父親學習木雕 民國六十八年從雲林北上打拼 來到內湖開設佛具店 藉著佛像和李明廣結善緣 成為蟬聯三界的子星里里長 差不多冥國六十八年才來蚵 粉豆 粉豆一段時間 地頭比較熟 才來這裡人家做三里長 做什麼事情 都會做到出效 都會了解說 這神明再來是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都有一個 像是聖位說神明的姿勢 來跟我們集點問我要怎麼做 這裡也漂亮了 謝里長每年可以雕刻出兩百多尊的佛像 可以說是產量相當驚人 並且在最初雕塑佛像的初心時並沒有所謂的構圖 每尊神像的造型幾乎都刻畫在里長的內心 因此出產的立體造型佛像 臉部表情都相當多元 有的威嚴有的慈祥 呈現出蟹里長內斂精湛的雕刻技術 一個茶要做一定有一個構想 叫我來做這個形態 做到這句也一樣 一般是打粗笔 打粗笔是說 像是要做這個模型 跟狗屈臉 比較困難 最愛困難的地方 謝里長專職雕刻事物之餘 也相當關心在地的大小事物 近來就為了振興湖光商圈的攤商生意 里長所幸扮演財神爺 舉辦活動來帶動買氣 身體力行的他相當獲得里民的愛戴 成為紫星里內名符其實的土地公 歡迎回到區里大小吊的節目 剛才在VCR當中 我們看到謝里長不只是 全國的機優里長 其實里長還有一項不為人知的特長 就是里長會雕刻佛像 我們其實來到我們紫星里的 辦公室周邊 其實有一條算是佛像街 其實都是里長他長年來累積的一些功力 可能有在賣一些香 香柱或是一些小型的佛像 其實都是我們謝里長雕刻出來的 里長 為什麼會當初 怎麼會跟雕刻結緣 是什麼時候開始學這個雕刻的 本身我是一個長小孩 所以說流浪來到台北去有貼鐵 貼鐵這個佛像 所以說我十三歲 人家比較好名的人 人家跟特朱 我拍名的孩子 算我來到台北就是貼鐵 貼不辣 人家說貼不辣 貼心臨貼佛像 所以說早以前我就去貼貼佛像 所以說我為生了 貼得一久已經做四十八年的佛像 是這樣 所以其實十三歲就開始在學這個雕刻 其實我私底下也有跟里長聊過 學這個其實好像要有點慧根對不對 就是好像當初老師在挑傳承的時候 可能像里長家一些兄弟好像就 有些就沒有學這個對不對 那里長可能就比較有慧根 就開始有學這個 而且您說您學了四十八年 所以說到現在為止 其實都還在鑽研這項技藝對不對 對 所以說我以前就都有做這個生理 非常挑戰的 跟經營金炸店的生理 所以說我們來學區已經住了 來這裡已經做三十五年了 所以說做很久很長的時間 所以說很了解這個 你的什麼情形 所以說我可以來替我們的里面 博物的時間 所以其實里長也是存著一個佛心 就是常常雕刻我們的觀世音菩薩 或是一些神像 其實我本身就是有一顆佛心 而且磕了這麼久的時間 其實大家看一下謝里長的這個面貌 其實也跟這個土地公一樣 謝里長像我們這個紫心裡 大家民眾都可以稱這個里長 就是我們的這個紫心裡的土地公 其實里長是不是在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就目前為止 在台北市可不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讓大家也去 有幸可以看一下 您的這個雕刻的作品 是不是透露一下 作品也忘記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也忘記了 台北是作品什麼樣的 不然你把它記這款的 不然有什麼記錄 所以說作品是很多的 所以有可能到時候 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去這個廟 去拜拜 去走村 我們可能都可能看的 都有這個里長的這個雕刻的作品 那有沒有發生過一些比較 就是人家說其實刻這種 不是說每個人都會刻 那您刻的時候 是不是有發生一些 比較有趣的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是一種 好像說一種的那種做雕刻 一種好像說我們在做的中間 你一直在想 想我這個佛祖要來雕什麼樣的 可以雕得真正美人 可以雕得真正美人 這是我們一種的感應 神明的來看我們感應 我們有辦法做出來 做出這個形象出來 這一個作品要刻多久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時間性不一定 看大小瓶 有時候一瓶做到幾十五歲 幾年也在做 看大瓶 四瓶 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最困難的中間就是打飛 跟我們雕刻的臉書 這個臉書可以吊得好看 所以臉的部分是比較難的 對 那會不會有失敗的時候 如果是做久了 應該 親自做什麼工作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 沒有失敗一定會成功的 沒有失敗就是會成功 所以就是要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就對了 那臉書是不是也秉持這樣的精神 在服務我們臉書 對 他們怎麼說 自從我選調理長那一天開始 我就生理就是黏黏沒做 讓他做 我個人是來服務臉 服務臉就是親父在做生理一樣 是這樣 那像我們紫星裡 現在在您帶領之下 已經進入 您進入了第三屆 也是十幾年的時間 您對於自己怎麼看待這個湖光 我們這個湖光周邊的商圈 尤其像這個前 應該說今年為止 其實景氣還不是這麼好 那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那除了我們每年會辦一下元寶節 來刺激一下消費之外 你怎麼來就是看待我們這個商圈 怎麼要認它發展得更好 因為我們的景氣實在是真的不好 所以說我住在市場邊 可以了解 已經要過年了 也好像說 都沒有過年的氣氛出來 所以說景氣實在是差很多 所以說做理長的 也實在是很丟悠 大家幾幾乎 都是沒有在注重過年 我們利用過年的時候 大家就趕快來買買有的沒有的 所以說因為時機就是失敗 所以說我做理長就一直想說 看能夠來辦聯合大街還是怎麼樣 能夠促進我們市場的生意更好 所以說這是我最老金的地方 所以其實里長一直也有在企劃說 我們這幾年辦元寶節 未來可能在這個湖光商圈 也會弄一個像年貨大街 對 其實應該是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因為其實這個周邊做生意的 各行各業其實都有 對 都市場 甚至連這個好像也有點像夜市 晚上也是有這個 後面有賣什麼青州小菜 跟一些這個攤位 其實從早到晚 其實這個生意也就是都有 這個在做生意 所以未來就是會朝這個年貨大街 對 我也有這樣想 所以說希望說 事件可以更好的時候 來做個聯合大街 確定大家生意會更好 還是這樣 那除了這個商圈之外 像其實我們紫星旅遊跟 應該也就是紫星社區發展協會 其實是同樣的 那除了這個我們想要讓 促進這個商圈發展之外 那其他還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你知道我們再規劃一些藍圖 就是說未來可能這一兩年來 可能要持續再規劃的 我也有這樣想 但是就是說我的理會 目前就是最困難的 我的未來 還是就是說 可以進入電話條 因為已經那麼久了 一條旗子路全都電話條都電線 所以說 給我跟他們最困難的 因為市長答應我說 100年的中間 要給我電話條都給我揚揚 所以說已經 100年已經過了 跟這次都沒有陣營 所以說市長也是跳票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 市政府相關單位如果聽到了 就能夠努力一下就對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像這個我們成功路三段 這個巷子也算很小 對那如果像要做生意的話 可能車子要通過 其實人行這個跟這個針道 就會有比較危險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也是就是里長 在這個就是今年開始 也要努力的一個方向就對了 對 因為我理來會理到 我的利來不說太大 所以說我只希望說 因為我的利來的家 差不多是四十多年 五十多年的家 所以說希望政府可以來 來盡力來幫忙 來投軍 所以說你如果投軍之後 我的利來就能變更大 更好 大家的品質也更好 因為所以說鼓勵很多 所以說希望政府可以來幫忙 是 是這樣 節目最後我們也請這個謝里長 說一下這個感謝的話 像因為里長當得這麼成功 我想背後一定有一群的人 在推動這個里長往前進 那最後呢 里長是不是也感謝一下家人 還有一些支持你的朋友 是 因為做里長的願望 就是因為我來學校 我也沒有講話 也沒有這個吉他那種 像獨特一個活動動心 我的希望是說我們這個活動動心 以後 因為那是政府的 所以說 如果是否可以跟我們開大樓 我們可以活動 還可以更多 再來我就真的感謝 感謝我們這個里長區的區長 和民政協議局長 黃宜 然後再來真的感謝 感謝最喜歡的 就是我的家庭 我的太太 來幫我幫忙 每天就是心心肯肯 在辦公室顧 再來真的感謝 就是感謝我們這個里幹事 自從我做里長來 從來沒有辦法去里幹事 他才有準備一些資料 讓我可以真的放心 我可以更加膽 還可以再走出 那今天非常謝謝這個 謝里長來到我們這個 區裡大小調的節目 那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里長 謝謝